今天台南體育公園裡面的食育場 因為這裡挖心靈寶島 今年五月份的時候 食育場的親自就去住在寶島西港的冠冬 這也讓在地人現在很煩惱 怕在寶島 會不會安全 是輕鬆 每個人去出一天多個來打電話 不然這裡還要進去 入住又對家說 這裡要做一個神神大訪者 我才打電話 那一時就是夢又沒玩 這就只有幾個而已嘛 食育場就挖在地區二級 整個好哪個心靈寶島 距離不到60公斤 雖然說港人風打電話 是因為冬車時還沒為風好夢 但為了安全 食育委員回到四天 保安單位也搭乘共識 那只到食育時間就停工 佛德國界明年一月完工開放 不想的事件 讓臺灣和民眾的安全 並且上食育場的關於 甚至是香港的安全 上司機店伍佛德國界 已經沒有符合國際比賽規定 體育局表示 明年的冬江將食育場刷去關廟 只要復元 刷去進場的衣相站長空辦 為保德做分隔 結束營治 比较保民众的安全 既然丹凡有丹慎坤台南报道